俄罗斯士兵瞄准测量发射82毫米迫击炮 锁定乌克兰汉马装甲车精准轰炸 俄军躲藏在隐蔽点持枪全面戒备 如此彪悍的俄罗斯士兵却在自己国土库斯克地区尝到苦头 不过俄罗斯来自东方的第一批援兵已经到达 乌克兰周四发出这张照片显示北韩首批部队已经抵达库斯克战区 俄罗斯总统普钦被问到北韩到底有没有派兵军援并未否认 CNN更释出一段画面 影片中出现的训练营被CNN定位在俄国境内 靠近北韩及大陆附近离战争前线超过6400公里 CNN还曝光一份北韩士兵衣服尺寸的调查问卷 根据南韩情报机构研判 北韩派出的部队极有可能是号称暴风军团的特战兵 但调查后发现大部分被派去的北韩兵 大多是年龄只有18岁左右的青少年 他们缺乏作战经验 南韩防长甚至称简直被当作炮灰 尤其穿的是俄军军服 意味作战只能听命俄军指挥 对于北韩派兵援俄 南韩方面更表示若真如此将分阶段支援乌克兰 波兰总统杜达也在双方共同记者会上表示谴责 体别新闻总报导